我们开始祷告 天父上帝 孩子们把今天晚上的 下面的这一段 分享你的话语的时间 恭敬的摆在你的面前 主啊 你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是我们创造的主 主啊 你也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主 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看见这一点 也能够看见 就是说你创造的奥妙 主啊 这世界上的这些 谣言 谎言太多 都想抹杀你的创造 抹杀你的 你的为主为王的地位 主求你真的帮助我们 有一个敏锐的眼睛 有一个柔和谦卑受教的心主啊 能够坚定的在你的话语上 不要被世俗的这些 什么哲学呀 所谓的科学家的世界观啊 等等所给牵扯去 主求你保守我们 在下面这段时间 主求你的灵自始至终 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是需要你 也求你的灵 真的是保守 我们这个技术上 都不要出任何差错 能够都 好好的 没有任何人能够 掉线 然后我们都能够 也能够录音 什么东西都很好 求你灵敏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好 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我来把我的视频打出来 我们今天讲到创世纪第四了 公共课第四还是讲第一章 因为这第一章我不是说了吗 它是整本圣经的根基 它其实内容非常丰富 说实话 我跟你们讲都是粗讲 还没有那么细呢 今天我们就特别要讲到六天的创造 大洪水前的世界 讲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今天这个讲课的我的这个原则 圣经留下了很多的关于创世纪 那个时候的世界跟现在的不一样 很多的蛛丝马迹 但是记住圣经不是一本科学书籍 而且圣经最后一本书 也是写于两千年前 创世纪这更是写于 写于三千五百年前 差不多三千五百年前的时间 所以呢 当时他的 他真的用当时 上帝要摩西把它记录下来 摩西用他当时的语言描述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基于我 因为我是个科学家了 基于我自己对这个 圣经的理解 我不是说了 我的圣经 通本圣经读了五六十遍 然后创世纪最少也读了一百遍 通过我自己对圣经的理解 以及我对这个 科学的这个 现在的科学的理解 我 我有一些推测 推测呢 我的原则是我的推测呢 不违背圣经上的教导 我努力不违背任何圣经上教导 所以我也欢迎你听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符合圣经 你可以指出来 但是记住 因为我讲这个过去的世界的时候 我把圣经的所有的蛛丝马迹放在一起的时候 我推测的时候 有可能我现在的认识不到位 所以有可能我推测有些出入 等我的科学认识更加提高了 记住 科学对科学四十的认识 不是科学家的世界观的认识 等我对科学四十的认识 又有提高的话 有可能我讲的有出入的地方 我愿意修改未来 所以呢 记住圣经 我们以前讲了 圣经本身无误 但是呢 我对圣经的解释 基于我现在的这个认知 我的解释呢 我只是说 在我现在这个认知上 是我认为最好的 如果有一天 我的认知 被这个新的科学发现 新的科学四十的发现 所挑战的话 我愿意重新思考 记住这一点 但是呢 我现在讲的 根据我的理解是 不违背圣经的 这种猜测 好 我们现在来看了 今天我就不通篇 读这圣经 我会待会边讲边读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讲 第一天的创造 圣经说 起初 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神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神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第一天的时候 神创造天地 这个神呢 希伯来文叫 Elohem Elohem的话 他是个福宿 记住他是个福宿 也就是他是 不只是一位 是 不只是一位 我们 这也是我们说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是 三位一体 上次我们也讲到 在创造中 他不停地说 神说 他尤其强调 神的道 也就是耶稣基督 后来的道成肉身 耶稣基督 但是呢 创世纪的时候 这个Elohem 他是 Elo的这个 福宿 Elo的话 翻成阿拉伯语 就是阿拉 就是现在 穆斯林说的 他们的上帝 阿拉 他们用的是那个丹素 这就是 他们的这个起源 好 这一句话 就是一上来 上帝就是说 他创造了物质世界的三要素 就是时间 空间和物质 所以你看这个上帝创造万物 是非常奇妙的 他呢 他完全不需要按照这个套路 按部就班的 这样创造 我们下一次还会讲 就是上帝创造的这些 他为什么一定要用齐天 为什么一定要按部就班的 这样做 其实他是为我们设立 给我们树立一个好仿向 教导我们人怎么做事 OK 教导我们人怎么做事 所以他首先 他就是把这个材料准备好 就是他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材料 这是什么材料 就是时间 空间和物质 OK 因为上帝创造了时间 空间和物质 上帝呢 他一定是超越 时间空间和物质的 多少多少倍 就打个很简单的地方 就是打烊 你用个手 做个泥巴娃娃 你是不是超越 这个泥巴娃娃 若干杯 你既然能做泥巴娃娃 你不知道还能做 很多其他的东西 是不是 但是人的问题是什么 人的想象力 人的思维能力 是受制于 时间空间和物质的 但是人的灵呢 却总想超越 时间空间和物质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说 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解说 神遭万物 各安七十成为美好 又将永恒 永生 或者永远 放在世人心里 也就是说 我们人 我们的 我们的 整个想象力 都受制于 时间空间和物质 但是我们的 心灵却想超越这个 所以这就给我们 自己造成一个 很大的麻烦 什么麻烦呢 就是说 我们 总想 问问题 但是我们又 不知道答案 所以我们 所以我待会会讲到 就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这就是在这个 生命纪二十九章 二十九节说的 所有这个 隐藏的事 属于上帝的 唯有显明的事 永远属于我们 和我们的子孙的 好叫我们遵行 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 也就是说 我要读 凡案夫的读圣经 我看圣经 上帝告诉我 到底哪些事 我应该知道 哪些事 我暂时不需要知道 如果我拼命的去找 那个上帝 展示不让我知道的 我是不可能找到的 我找狠了 就会遇到鬼 魔鬼就会利用我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我们要 因为我们 我们在辅导群里面 是经常有人 对那个邪灵 特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人 最后他就脑 脑会被邪灵骚扰 这就为什么 我要特别提醒大家 好 第一天的创造 第二节 他就说地是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他其实是一个半成品的过程 他并不是说不好 上帝完全可以不造半成品的过程 他一说 让一切都有 他可能一秒钟都不要 因为我们说的秒也是时间 上帝超越时间 可能他一秒钟都不要 他就可以把万物都创造好了 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这是圣经有依据的 我们下次会讲 就是上帝他造物的套路 是为了给人设立一个榜样 告诉我们 我们做事应该怎么做 明白吗 所以呢 他起初创造天 时间空间和物质的时候 他先把那个原材料往这儿放 一放以后 这是半成品的过程 他并不是说不好 也不是说被魔鬼毁坏了 有些人他就跟我说 哎呀你解禁是不是这个是被魔鬼毁坏了 我首先问他 我说被魔鬼毁坏了 你这个观点 你知道从哪来的吗 你追根溯源 你会发现 这就是自由派神学 搞进化论 想把进化论引进圣经 从哪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总要想 那个神造人之前 历史很长很长很长 然后很混乱 然后人呢 想把圣经跟进化论 这个这些学者的世界观 把它融合在一起 所以他拼命的拽进来 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是这样来的 如果你明白是怎么来的 你就不会去拽他了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那有人就问 那天死是什么时候造的 什么时候变坏 我跟你说实话 你通读圣经的话 你会发现 圣经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但是有一个答案是 我们是知道的 我们是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 看一下 有一个答案 我们是知道 就是 天死受造 他是在 人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前 OK 具体是哪一个地方 这个六天钟 什么时候造的 我们不知道 因为上帝没有告诉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 属于隐藏的事 你就没有必要去 把它 一定要搞清楚 为什么 因为圣经上有太多 你可以搞清楚 可以活出来的 你干嘛要把你的精力 花在这 上帝让你展示 不搞出来的东西呢 如果你拼命的去琢磨 这个魔鬼是什么时候造出来 你搞多了 魔鬼就来找你了 不是跟你开玩笑 OK 因为你的注意力 放错地方了 你就会吸引他 OK 好 所以呢 再说一下 就地势空虚混沌 湮灭黑暗 神灯灵运行在水面 这是一个半成品的过程 半成品的过程 他就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做事的次序 我跟你说实话 即使从创世纪第一章 你看我跟你们分享 我就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 学到怎么去做 做父母 学到怎么去做事 我跟你说这个 就是上帝给我看见 就是他做事之前 他教我们先把原材料准备好 时间空间和物质 然后他就开始一步一步的 就是从大范围的做 先把地铺好 植物铺好 星球弄好 再造动物 然后最后再造人 就像一个孩子 他的父母要生孩子 之前他做的准备 他进入婚姻等等 然后他先准备这个原材料 就是个半成品的过程 空虚混沌 约面黑暗 也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 你们要仔细揣摩的话 你会发现你学到很多东西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造汽车 你造房子 你造这些东西之前 你是不是要先把原材料准备好 准备好的时候 放在地上的时候 他是不是摆在那 看着 因为他没有成个房子之前 油然乱七八糟的 你说他坏吗 他不是坏 他是不是那个过程吧 是不是 而且你写文章也是这样 所以我鼓励 这就是我教他人怎么写文章 我就是这样教 你其实可以用这教你的孩子写文章 这做父母都从创世纪第一章都可以学起 所以我一般教小孩怎么写文章 我就跟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穿的什么衣服颜色 他说什么话 我让我就不停的问孩子问题 问完以后 我就你刚才回答的非常好 把你的答案全部写下来 看见没有 这就是在准备材料 写完了以后 我说好 你把刚才的 你写的所有的话 来回读几遍 顺不顺 不顺 重新组织一下 就是一篇文章了 是不是 这就是怎么叫小孩子写文章 就是这样的 就是上帝造的时候 先把原材料摆好 然后再一个个一个个 开始一点点做 然后开始 从这个远的到近的 从低等的到高等的 把它弄好 看见没有 多奇妙 是不是 第一天的创造 我们看见 这是 天使我就不讲了 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 我以后有机会再讲 OK 好 我们现在讲第二天的创造 第二天的创造是非常奇妙的 神说 第二天的创造 神说 珠水之间要有穷仓 我上次跟你们讲了 这个穷仓翻成英文是expense 就是空间 悬得很大的空间 不是空气 空气是指空间中的那个物质 那个气体 这是因为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是 和和本是一百多年前翻译的 当时他就是用这个翻译 所以我把它改成穷仓 神说 珠水之间要有穷仓 将水分为上下 神就造出穷仓 将穷仓以下的水 穷仓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穷仓为天 有晚上 有早晨 是第二天 所以这个穷仓第二天 上帝专门花了一天的时间 来造这个东西 这个穷仓上的水 和穷仓下的水 就说明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当时的人的生活环境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 知道吗 我们来分析一下圣经 我不是说了吗 我先把圣经的依据给我们看了 然后我再用我的科学的知识 加一些想象 你看看符不符合圣经 唯不唯背圣经 好 大洪水之前 人犯罪之后 大洪水之前 地球上的水生态 对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我们来看几段圣经 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 他说野地还没有草木 田间的菜素还没有长起来 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 在地上 也没有人 根地 但有雾气从地上腾 滋润 遍地 我问你一下 现在还有这个现象吗 现在有雾气从地上腾 可以滋润这个 地上的所有的植物吗 没有了吧 是不是 你什么时候看见过 没有 是不是 所以现在的地表面的地下水 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OK 我待会跟你讲 这个不一样有什么果效 好 第二我们再看 大洪水时 当挪亚600岁 2月17日那天 大渊的全员都裂开了 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 四十周夜降大雨在地上 好 大渊是什么意思 就是地 地壳炸开了 地壳底下的东西冲出来 OK 地壳东西冲出来又什么 可能有椰浆啊 有地下水啊 火山啊 这是火山椰啊 火山灰啊等等 冲到天上去了 然后这些东西 把天上的那一层 就是穹仓上的那一层水 把它给破坏了 破坏了以后 然后它就开始下雨 所以它上面说 全球性的降雨 一年降了四十周夜 那我问你个问题 现在如果全球同时降雨 你觉得可以维持多长时间 全球现在同时降雨 能够维持二十分钟 就不错了 因为你坐飞机到天上 看的话你就会发现 地上很多地方 天上是没有云彩的 这就为什么 当你说晴空万里 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看不见云彩 是不是 所以你看见没有 当时创造世界的时候 穹仓上的水 和穹仓下的水 那个摆设 那个东西 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OK 好 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 九章十六节 它说红 必陷在云彩中 我看见 就是上帝说的 我看见就要纪念 我与地上各种有血肉的活物 所立的永约 神对挪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 所立的记号了 你看见没有 就是大洪水之后 上帝把彩虹放在云彩中 我们知道彩虹是怎么形成的吗 彩虹就是云彩 地面不是很远的云彩 你知道云彩里面水是液体的水珠 OK 水珠了 当这个太阳光照到水珠上面 在那个水珠跟空气的那个截面那个地方 然后它被折射 然后进到这个地上 地面上来 它被折射 因为太阳本身是个混合光 它被折射的时候 它不同的波长的光 它折射的角度不一样 所以它挪到地面上的时候呢 它就看着是因为它角度不一样 它的不同颜色的光就分开了 就看着就是彩虹 也就是我们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有没有彩虹 但至少这个对当时的人来讲 这个现在出现的彩虹 即使之前有彩虹 也是不太一样的 否则它不会在这特别强调 明白吗 否则它不会特别强调这个彩虹 也就是说当时地面穹仓上的水 跟大洪水之后 跟大洪水之前是不一样的 OK 这是圣经留下的这些痕迹 所以呢 从圣经自己记载的 我们知道 我们不知道大洪水之前是不是下雨 因为它说 那个没有下雨 但是植物是靠地下上腾的水气来滋润 我们也不知道 大洪水之前有没有彩虹 我刚才说彩虹的形成 我们也不知道大洪水之前 穹仓上的水以什么形态存在 比方说它是以气体 以液体 液体就是水 气体就是水 水成气 我们不知道 它的这个以什么形态 多高多厚 但是我们就知道 上帝造地球第二天的时候 他造的穹仓上的水 比现在穹仓上的水要多若干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大洪水的时候 当时全球性下雨下了40天 但是现在你全球性下雨 你不可能40天 20分钟全球性就差不多了 是不是 好 然后呢 我们也不知道大洪水之前 地下水是以什么形态存在 但是我们知道大洪水之前 地下水的形态 跟现在是非常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当时他那个水 冲上去的时候 他不是说那个挪亚发大洪水的时候 是先是地下的那个深渊的渊源都裂开了 就是从地底下冲出去的东西都冲上去了 所以也就是说 以前跟现在的地底下的水 它的水态 它的水的生态 以及以前的穹仓上的水的生态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球的这个构造 这是蛮好玩的 你看右边这个呢 这个图呢 右边这个图呢 它这就是我们的地球 它是分多少层 它左边这一块 这个像个长的扇形的这个东西 是它的右边的这个截面 你看一下 它最中间的这个红的呢 这个红的呢 就是地球的这个核心呢 它是固体的铁 里面也含一些泥 泥 OK 是两个金属 那个黄色的呢 它也是铁 但是它是液体的铁 OK 然后再往 再往这个外面这个橘色的呢 我们叫曼层 曼层呢 它就是二氧 主要是二氧化硅 二氧化硅是什么东西呢 它二氧化硅呢 它里面有沙呀 有这个我们说的那个硅石啊 就是现在我们说硅谷啊 中国武汉的那个光谷啊 其实它都是就是这个材料 石阴啊等等 你如果能够站到这儿 里面挖出来的 在这种高压下 全是全是宝石嘛 OK OK 好 然后呢 这是橘色和这个红色的哈 这两层都是这个曼层 就是这样的哈 在表面的这一层叫个地壳 地壳就是壳 外壳哈 地壳哈 地壳呢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这个我 我这个 我这一块 这个小截面的这一块哈 上面的这个地壳呢 它离地面有多深呢 它就是六公里到六十公里哈 这个就很难转哈 你根本就很难转到下面去了 所以你是不可能 呃不可能转到这个 这个漫层的 你只能在地壳上面哈 这个地壳呢 你看上面 底下是比较规整的 但是就这个地壳呢 呃它 你看这个上面 它有蓝色的水 就是我们现在的海洋 然后那个 橘色的那个 呃 这个橘色的这些呢 它不平整 不像下面的比较平整 所以呢 这些搞地质的这些学者们 都同意 就是在过去 只是说他们把时间 拉得很长 我们知道 就是几千年哈 只为过去几千年 地壳这一层 就六公里到六十公里 这一层 它过去几千年 它有很大的翻动 所以这就为什么 你看它高地不平 它那很多山 都是后来形成的 呃 水 水的那个地方 深浅等等 水域 它也是很多 是后来 呃 形成的哈 好 这就是呃 所以呢 我刚 我再给你呃 重复一遍哈 地球呢 地心是铁 这就为什么我们 地球 你拿个指南针 它可以 呃指南指白 为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地球地心是铁嘛 所以它 它是有磁性的 它是有导向的嘛 就是这个原因嘛 哈 然后呢 中间那一层呢 就是那个呃呃呃 呃呃呃呃呃呃就是二氧花龟 最表面这一层呢 它就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 OK 各种各样的矿物质 我们说这个外壳或者这个地球呢 什么玄武爷呀 花岗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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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用你们的语言 比方说我 不同的物质 物质同样一公斤的物质 我把这个物质 它的温度每升高一度 而不发生任何相变 不发生任何相变 就是说我的水 不是说从液体变成气体 是说它如果是液体的话 它就还是液体 在液体的情况下 它的温度升高一度 就是比方说 我把一公斤的水 在它的还是液体的情况下 把它加热 升高一度 所需要花的热量 就叫它的比热 明白吗 就叫它的比热 所以你看这个比热 我为什么放在这个左边 这个表上面前两个 就是铁和泥 这就是我们地球中心的那玩意儿 就是铁和泥 就是我们地球中心那个地方 然后你对比呢 你看我们常用的 下面的什么钢筋混泥土 砖玻璃石灰等等 这其实就是我们地球中间那一层的物质 它差不多它的比热 差不多平均下来就是800 你就算算它算是800 铁和铁就是400 这个就是800 就增了一倍 然后你继续往下看 空气 空气记住它是气体 干燥的空气它是1000 它又更大一点 然后棉花 你平时盖的棉被 你看看水 液体的水 它的比热是4000 也就是液体的水 同样重量的液体的水 它的比热要比空气要高多少 高4倍 要比铁 泥 差不多要高10倍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海洋性气候 我给你打个 如果你住在海边的时候 你会知道 特别你住在大西洋边 比方说 我就讲一个例子 美国有一个城市叫旧金山 旧金山它不光在大西洋边 它是个海湾 是个海湾是吗 就是它是个半岛 它戳出一块 它旧金山这个城市 它三面 它是被海包围 只是说一面是太平洋 然后另外的两面是海湾 就是太平洋的水进来的海湾 把它包住 包住呢 你就可以想象 那你知道旧金山这个地方就是 它跟它同样纬度的 只要在内炉的话 这些地方冷热是很分明的 但是旧金山一年四级的温度 基本上是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它三面 在地上三面缓水 缓水的是这样的 夏天很热的时候 很多热量从太阳进到地面上 但是因为它水的比热很多 所以它吸收很多热量 它的温度却不升高 或者升高的极其少 明白吗 然后冬天的时候很冷 然后我们的热量从地面给散发走 但是呢 因为它有很大的水系 它的从水系 从水中散发很多热量 它却降不了很多温度 明白吗 所以这个水 液体的水 是地球上所有的物质当中 是算是最保温度的 因为它的比热非常高 如果你跟水跟空气比的话 你会发现水跟空气表面看 它们的 同样重量的水和空气 同样重量的水和空气 水的比热是空气的四倍 但是你要想想空气很稀薄呀 因为它是气体呀 所以你要如果 你如果把它们的密度比重 也算上的话 如果你用单位体积 用那个体积来算的话 你就会发现 这个同样体积 就是你舀一盆水 舀一盆空气 就是一个容器里面 同样大小的容器 装一个容器的水 跟装一个容器的空气 就是你不是算它们的重量 你是算它们的体积的话 你会发现水的这个比热 是空气的三千倍 也就是说 同样的热量进到水 它三千倍的热量 它才会让水升一度 然后它可以让空气升三千度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吗 这就是为什么 水的话是一个保温 超好超好的 上帝多奇妙 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物质中 上帝用了水来保温 OK 然后就用了水保温 就这样一个水呢 上帝呢 花了第二天的时间 专门提到穷仓上的水 和穷仓下的水 这个我们待会再讲 OK 所以上帝专门讲到穷仓上的水 和穷仓下的水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这个水呢 它又取到很大的作用 什么大的作用呢 就好像这个地面呢 当时的人呢 这个地面 地下 有一层水 为什么 因为雾气会从地底下往上冒 所以地下有一层水 我不是跟你说吗 我们地 再往地球底下的话 它是那些物质的话 它的比热都不是很高的 是不是 但是它整个地表 地表它包一层水的话 然后再加上这个穷仓中 再包一层水 就像你们家盖着一个 很大的一个羽绒被羊的 明白吗 上面盖一层 下面盖一层 所以就保暖 这就为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 刚开始上帝创造的那个地球的话 它的那个是恒温的 它是有温时效应 是恒温的 恒温的呢 当时的人是不需要穿冬衣的 你知道亚当夏娃都没穿衣服吗 是不是 就是最后犯罪以后 才拿个 拿个 拿个五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遮丑 是不是 而且当时是没有极端的温度 没有聚能和聚热的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大洪水之后 上帝才说 从现在开始 冷暖和冬夏要开始了 也就是在大洪水之前 是没有极端的温度 OK 所以你没有极端的温度 就很好解释 因为它穷仓上 就第二天专门把提到穷仓上的水 和穷仓下的水 这个水的话 就是它起到 绝对起到保温的作用 这个水 它不光起到这个保温的作用 它还起到个什么作用呢 它就是在空中 这一层水层 它就把这个 我不知道是一个 什么样的形态 但是它一定有一个很厚的一层水层 这层水层把宇宙射线都把它挡住了 你知道宇宙射线像那些紫外光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出门要穿防晒的 你们在国内你们特别能干 你们都夏天专门有那个防晒的衣服 防晒的帽子 然后擦防晒霜 像我们在美国 我都擦防晒霜 像美国的白人 他们本身那个黑色素就太少 皮肤下的保护太少 他们还老喜欢晒 结果就总得这个皮肤癌 为什么 就是这种紫外线呢 这种宇宙中的这种射线 如果它直接打到地面上 打到人的身上 它就 你就产生你基因突变 然后你就会得癌症啊等等啊 你知道吗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大洪水之前 人犯罪以后 大洪水之前 人还可以活900多岁 OK 而且这个大洪水之前 圣经二说了 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说那个人 上帝给人的这个饮食 是吃素的 动物也吃素 为什么大洪水之后 上帝跟挪亚和他的后代说 从现在开始 只要不吃血 你们就要吃肉了 为什么 因为我相信是 大洪水之后 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水的体系 全部被破坏 这个放射性的东西 全部出来了 人的身上发生巨大的 这个基因突变 这个突变造成的 直接结果是什么 人在一瞬间 大洪水以后 人的寿命就从900多岁 一下南腰一砍 就变成400多岁了 这个基因突变以后 就造成有一些物质 有一些人身上 必须要的物质 人自己不能合成了 明白吗 就是以前你吃那些东西 吃植物就足够了 但是大洪水之后 你再吃就不行了 这就为什么 你如果你是个纯素食者 你要特别注意你的营养 因为你身上会缺一些 非常重要的营养成分的 OK 好 第二天的创造 现在我们来看第三天的创造 第三天的创造 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死汉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成了 神称汉地为地 聚水的树为海 神看着是好的 神说地要发生青草 和接种子的菜蔬 并接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 青草和接种子的菜蔬 各从其类 并且接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三日 好 从这你可以看见 上帝在第三天创造的时候 地面上是有水 有陆地 但是水是一整块 陆地也是一整块 所以你可以看见 当时的地貌 跟现在也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而且我们可以猜测 猜测当时陆地的面积 应该比现在大很多 你知道现在的地球上 陆地的面积是多少吗 就是29% 71%是被海洋覆盖 只有29%是陆地 当时应该这个陆地的覆盖面 比现在要大很多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现在地底下都是石油 而且沙漠的地方 地底下都是石油 你知道石油是怎么形成的吗 现在的科学家们都认同 石油是大量的有机物 成片成片的原始森林 然后突然间被埋在地上 然后就变成了石油 OK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 就是说是 以前就是说是 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后书 三章五节 他们故意忘记 从太古 平神的命有了天 并从水而出 借着水而成的地 也就是说地是从水里面 上帝把地从水里面 第三天的时候 从水里面推出来 然后把水的位置降低一点 让这个水停在这个袜地里面 而且就是刚开始上帝造的时候 看见的主要是水面 地面上的这个水 所以这就为什么圣经上说 刚开始大概上帝造万物的时候 整个地球面上覆盖着水 从这个看 就是说地是空举混的 约面黑暗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现在地面上的水是这样的 现在如果你把地球表面铺平 因为你知道现在 这就是说 你说那个铸马拉玛风很高 你知道现在 其实海洋的很多深的地方 比山风还高 明白吗 就是你把整个大山 把它抱起来 填在这个海里面 把山风尖倒过来 填在海里面还钱不满 就是海的深度 比山风的高度还高 OK 但是现在呢 就是如果你把地球表面铺平 你把海洋中的水 它可以覆盖整个地球表面 近三公里的深度 你说那是个多可怕的 就是地面的水 可以把整个地球表面 覆盖三公里的深度 这些水就是刚开始的话 就是说 他们很大一部分 是在穷仓之上和穷仓和地底下 地面的时候水并不是很多的 为什么 我不刚才说了吗 从现在的这个 地球上的石油的储存量 以及从现在沙漠地带 地下都是石油 你就看看 其他的不说 你就看看中东那些 阿拉伯那些国家 你现在去他们的国家 都是地上草木不生的 但是它地底下全是石油 就说明它以前的上面 都是原始生灵的 是不是 好 我们知道 即使是世俗的科学家 也都认为 也都认为 我们地球 以前 只不过他们的时间 我不同意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 为什么不同意 这里就不说了 他们以前也是认为 地球上以前陆地都是一块的 OK 水也是一块的 然后呢 最后分裂了 呈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分裂 其实在圣经上 它会留下了很多蛛丝马迹的 这个分裂的时候 它一定伴随着 大量的地裂开 所谓地裂开是什么 就是火山嘛 就是地震嘛 然后如果在水底下 就是海啸嘛 就是这些东西 是不是 然后这些东西 当然它打开的话 它就会把我们 地底下的很多的 水层 不光把放射性的物质 从天上 让它落到地面上 它也把我们地底下的 地壳里面 埋在地壳深处一些的 那些放射性的东西 全部给它释放出来 OK 好 你看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地球 现在地球呢 你看哈 我们以前学地理 不知道你们现在学地理 是不是 世俗的那些人都说 你看看 说你看看 你看看这地 这边的边 跟那边的边 如果你把它合在一起 一挤的话 它都可以 都斗上的 是不是 你看得很明显 是以前分开的 这个痕迹的 是不是 好 我稍微总结一下 大洪水时候的巨变 大洪水大概是在公元前 2400年 那个时候呢 人的寿命从900多岁 突然间就变到400多岁 它把这个大洪水就把 穷藏上的水和穷藏下的水 全部破坏了 OK 然后人的饮食结构 就从吃素 支持吃素变成也吃肉 然后呢 它这个大量的火山地震 不光是它的 大量的火山地震 也放出很多有毒的化学物质 待会我讲这个 然后地球外表和地下的 这个水层被破坏 让大量的放射性的这种射线 等等到达地面 这些都会引起基因突变的 OK 然后穷藏上下的水系被破坏 地球的温室效应被破坏 这样的话 这个极端的温度 就是很冷 很冷和很热才开始 好 然后呢 在大洪水之后 100年 这个是可以从 时间可以推算的 你们喜欢数学 喜欢玩数字游戏的 我就喜欢 我特喜欢数学 我以前上学的时候 上大学的时候 当时傻不冷等等 觉得学数学没什么用 我就改学化学 我以前很喜欢学数学 我就呢 经常坐那算 这个100年是从身体上推出来的 你就把它给的那些 哪个人哪个人 什么时候出生生什么 放那一推算 就可以把这个100年推算出来 这是我自己算过的 OK 地壳分裂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西伯的时候 他的儿子凡了 出生前不久 为什么呢 因为凡了的意思 就是地分开的意思 而且圣经提到两次 也就是说对西伯来讲 这件事是非常刻骨骨心的 而且呢 很奇妙的就是 西伯和他的爸爸 和他的爷爷 他们都活了400多岁 凡了出生了 只活了200多岁 而且法拉的后代都是200多岁 然后慢慢就降低了 所以呢 而且呢 西伯呢 这个人就成了西伯来人 成了一个一个种族 他的语言成了西伯来语 所以你就可以看见 就是他那个时候语言分裂的 地也分裂 语言分裂 这就是圣经 都是圣经流下的蛛丝马迹 所以呢 地壳的分裂也是的 你伴随着大量的这个地震呢 海啸火山呢 地底下的这些放射性的东西 也都出来了 所以呢 其实我们地球里面 其实有很多放射性的东西 这就是地球本身的 放射性的矿物质 我只举了几个例子 就比方说 这个油啊 这些都是含油啊 含土啊 含颊的这些矿石 是不是很漂亮 是不是 都是放射性 为什么 现在这些放射性的东西 就暴露在外面 不过很多都挖了 现在要继续往深处挖了 这些东西放射性的东西都会引起基因突变的 所以虽然他们看着很漂亮 也有很多的工业用处 比方说我们现在做化疗啊 然后做化学 我学化学嘛 化学实验有时候你也想用这个放射性元素 跟踪一些东西啊等等啊 放射性 所谓放射性 就是它从这个 它不稳定 从这个元素变成另外一个元素 或者它自己的元素 但是它会释放出一些能量的离子 这个离子打到这个人的这个遗传物质上 就把遗传物质改变了 就这个意思 在美国啊 在美国呢 我们很多北方的房子是有地下室的 地下室 你挖地下室呢 你买卖房子的时候呢 一般人家都会要求你测一下地下的冬气 冬气是什么 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气 但是它是放射性的 这些东西应该大洪水之前 和这个大洪水之前 上帝创造的时候 应该都在地底下很深层埋着 跟人没有关系的 为什么 因为否则人不可能活到900多岁 明白吗 否则人是不可能活到900多岁 甚至后来活到400多岁 OK 这些有毒的东西 现在它全出来了 OK 好 我们稍微讲一下 基因投变是怎么回事 我的左边 这个双螺旋的结构 这就是我们的DNA 上帝非常奇妙 他给我们造的这个DNA 结构是非常稳定的 非常稳定 DNA里面 它有四个剪辑配对 多奇妙 我们人的所有的基因 就是这四个 在那来回不停地走合 走合成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看 你看它就像个螺旋的梯子样 你看这每两个落在一起 它就叫碱基对 碱基对就把这个梯子给撑起来了 每三个碱基对 它就决定一个氨基酸 好 什么叫基因投变呢 你看这不是碱基对 它比如四个这个玩意儿吗 我的箭头你们都看得见的吧 OK OK 所以它这四个玩意儿 辐射 为什么辐射就可以改变它呢 其实我上次也跟你们讲了 我们人呢 不管是你是看的东西 是听的东西 它都是波 OK 只不过它的波长 在一定的范围内 所以这个宇宙射线 比方说紫外线 它的波长 只不过比我们平时看见的波长 它要短 OK 短呢 它的能量很大 但是当这个波长呢 它的波长跟这个分子的这个渐长 渐长什么 什么叫渐长 就是你看这个分子上这一条条的线 这叫渐 OK 如果这个射线的释放出来的这些粒子啊 或者它的波啊 它的这个粒子的大小能量 或者它的波长 跟这个分子的这个渐的渐长 它在一个数量级内 明白吗 在一个数量级内 它的能量又很大 它一打它就把这个剑给打断 就是突变 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个回事 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比方说 你拿个枪来打我 如果你的子弹只有蚂蚁那么大 你打在我的心脏上 你知道你会打死我吗 不会的 是不是 你打枪的话 那个子弹的直径 一定要达到一定的数量 它才会打死我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你 你的打一枪我 你打的 你的你的子弹比蚂蚁还小的话 你可能打在我的心脏上 真的把我的心脏打一个小洞 但是那个洞太小 它它马上自己就越合了 或者它这个小的洞 不会让我的穴 因为你想想 你有个小瓶子 你里面有水 如果你那个瓶子上 个洞极其的小 你你往外倒水 是不是倒不出来 那是这一回事 是不是 所以呢就是说 这个射线的话 它必须要在一定的波长范围内 一定的能量范围内 它才能够一打 打在你的DNA上面 把你DNA的剑打断 然后就产生变异 变异了以后呢 然后你那个碱基对呢 然后你就 就就 它就变了吗 它就 它就拿一个不同的氨基酸 然后最后就造成一个不同的蛋白质 然后这个蛋白质的表达 可能就是个傻子啊 可能是个瞎子啊 不长眼睛啊 可能多长一条腿啊 多长一个指头啊 不知道 总而言之就是变异 不知道 它在什么地方变异 正好产生什么样的病状啊 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呢 这就是基因的这个投变 OK 所以呢 我们说了基因的投变呢 为什么大洪水之前的人 可以活900多岁 然后大洪水之后 的100年 在这个地壳开始飘移 地开始分裂的时候 人还是可以活400多岁 然后那个地壳分裂以后 人就变成200多岁 然后最后就变成 极限寿命时120岁 就是因为它这些 巨变 我们说嘛 挪亚的方水 方舟 就是挪亚大洪水 公元前2400年的时候 因为它 它不光是大洪水 它大洪水之前的这种 地裂开 然后把天上的保护层 地下的水 它全部给破坏了 然后把地底下的放射性的 也弄出来了 然后把天上的这些有毒的宇宙射线 全部弄到地面上了 然后就 人的基因发生很大的这个突变 所以 这个人一下子就从900多岁 变到400多岁 然后100年以后 又发生很大的巨变 又是这个山崩海裂 然后山重新挤 所以这个 朱玛拉玛风 都是大洪水之后 地开始分裂的时候 才形成的 为什么因为朱玛拉玛风 世界上最高峰 它山上都有这个贝壳的这个化石 都有水中的生物的化石 这就是证据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这在这个过程中 它引起巨大的这种基因投变 所以人的寿命就急剧的下降 是这么回事 OK 急剧下降了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以前 挪亚之前 都是近亲结婚 就是大洪水之前 都是兄弟姐妹结婚的 为什么 我们就打个 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基因图变的这个图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们到现在为止 我们人身上的这个 这个基因图变 已经是很多很多了 咱们今天是说 某一种基因图变 打个很简单的地方 什么基因图变 比方说 这个人是个 比方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比方说 这个人是个傻子 他 他有傻子基因 比方说 这个 这个 这个父母呢 这个孩子呢 是从同样的父母来的 他们俩身上 都携带傻子基因 所以你看这两人 那个黑的那部分 就说他带傻子基因 明白吗 白的那一部分 就说明他不带 因为染色体 都是配对的嘛 是不是 基因都 染色体都是配对的 基因都是配对的 也就是他们 每一个配对里面 他一条 他是有那个傻子基因 一条是没了 OK 一条是没的 妈妈呢 是携带 但是他携带 他没有症状 他不傻 这是说他基因里面 有傻子基因 所以这就是上帝 对我们的恩典 我们的基因投变 都是坏的 对我们人 没有什么好处 都是坏的 但上帝非常怜悯 所以你看我们的基因 都是配对的 也就是说 你在一条上面 在一条染色 一条基因上 你出现问题了 以后呢 你有傻子基因了 你还不会写出来 除非两条 都是傻子基因 在同样的位置上 都出现那个基因 你才会变成傻子 明白我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恩典 好 总而言之 如果你兄妹俩结婚 如果这个时候 已经投变了 比方说像大洪水之后 投变了 投变了以后呢 然后你两个人的基因 两个人是同样的父母 然后你哥哥和妹妹 都有这个傻子基因 但是他们俩都不傻 为什么 因为他们俩都是携带者 但是他们这一半 他的染色的一半带 他另外一半不带 所以呢 他俩都很正常 但是他俩结婚了 他就生孩子 生孩子呢 这是概率 这不是说他就生了四个孩子 这是概率 就是说他每生一个孩子 他们俩重新组合嘛 因为爸爸的染色体拿一半 妈妈的染色体拿一半 然后配对 是不是 他配对以后 他配对有四种可能性 OK 有四种可能性 什么四种可能性 也就是说 他每生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呢 有25%的可能性 他 他是有症状的 因为正好爸妈的坏基因 全配在一起了 所以他就是傻子 OK 然后另外他有百分之 另外他有50%的可能性 是生的孩子呢 是他虽然不傻 但是他却是带着傻子 傻子基因的携带者 他只有25%的可能性呢 是这个孩子很正常 没有任何基因的问题 看见没有 所以这就为什么 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会注意哈 圣经的时候就是说 到摩西律法 也就是3500年前 摩西律法才规定 说直系不能再通婚 OK 在摩西律法之前 在摩西律法之前 亚伯拉罕都娶的是他的妹妹 同母 同父 异母的妹妹 没问题 生的孩子不就挺好吗 以撒挺好的呀 是不是 除了老了眼睛不好 但是他活那么大 眼睛不好 也是理所当然的 是不是 所以呢 到3500年前 因为那个时候 已经经过了大洪水 又经过了这个 又经过了这个 这个这个 板 板块漂移 人的这个分离哈 人类的基因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有很多的 问题了哈 所以这就为什么 从这儿你就可以看见 什么进化 人类根本不是进化 是退化 OK 那你说 哎呦 那我们现在的人多聪明 知道很多东西 你哪聪明 你没有以前的人聪明 你只是说 你现在知识积累 比以前多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人的知识 你全可以学习了吗 又不是你发明的 是不是 你这不在学习罢了 而且你即使发明的 你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明的 是不是 所以就是说 人的基因库是越来越糟 上帝创造的时候 那个时候人的基因 是最完美误缺的 所以上帝说 好 甚好 但是现在的话 现在的话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你如果看中国古典的戏的话 你会发现 那红了梦的时候 那才几百年前的事 是不是 那个时候 那表兄妹都结婚 但没事的 是不是 也就是近几十年 开始意识到 表兄妹都不能结婚了 说明什么 就人的基因越来越糟 而即使上帝不把人灭了 即使不借着天灾人祸 把人灭了 人自己基因库也会完蛋的 OK 所以真的是 如果你不认识耶稣的话 真的是劝你要赶紧信主 我对人内一点也不乐观 我从来对人内本身都不乐观 真的要仰望上帝 OK 好 这呢 我跟你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其实就是 这是英国大英帝国 维多鲤亚鲤王后代的问题 你知道维多鲤亚鲤王呢 是一个血有病的基因携带者 血有病是什么 就这种病人呢 这种基因呢 他只是在性染色体上 就是决定你是男女的这个染色体 这上面显现 也就是说你看上面这个示意图 示意图呢 就是这两个长的呢 这就是母亲 她是携带者 携带者也就是说 她染色体配对嘛 她其中一半 她是有血有病 但是呢 她没有症状 为什么 因为她上帝的怜悯 所以她是隐性遗传 也就是说 她除非两条都 女人 她除非两条都 都是这样 她才会显出来 男的就不一样 因为染色体男女是完全 性染色体男女是完全不一样 女的是XX 男的是XY 这就为什么那些同性念想变性的 你不管你怎么翻雕 你怎么折腾 你每一个细胞 上帝都跟你标签了男女 你把你的性器官割了 你天天打激素 也不会把你变成另外那个性别的 上帝创造的性别只有男女 没有其他的 OK 你看看你就知道了 所以呢 维多尼亚女王呢 他跟他的丈夫 Albert 亲王 生了 九个孩子 因为他自己是血友病的基因携带者 所以他传给了三个人 三个孩子 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OK 所以你看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个 这个男的跟女的是不一样 这个 因为男的 他是X和Y 这个血友病完全是X基因决定的 因为男的他只有一个X 这个所以如果男的他只有从妈妈那传了 所以呢他就一定会得血友病 OK 也就是说如果爸爸没有基因是完美的 在血友病这个方面基因是完美的 妈妈是血友病的这个基因携带者 他的儿子50%会有症状 女儿没有症状 但是50%会是携带者 明白吗 所以这就为什么你看他的后代他三只有传给三个孩子 感谢上帝 他另外六个没有得 现在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就很幸运 他就没有 他那一分支就没有 你知道这个沙皇 为什么最后一个沙皇被干掉了 就是因为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的所有皇室的奶奶 英国皇室都跟他通婚 OK 通婚呢 所以呢 他的 他的外甥女 嫁给了 他的外甥女 嫁给了这个沙皇 当时的沙皇 结果呢 嫁给了当时的沙皇 就生了这一个儿子 血友病 你看这些血友病的这些人就发现 因为他一流血 他就不能制止了 他就死了 所以他14岁的时候 总是父母生活在恐惧中 就没有时间管国家 心情也不愉快 所以老百姓就很烦他们 所以就很快就把他们干掉了 干掉以后发现 他们建立的这个新 列宁建立的新社会 还不如沙皇社会 OK 好我们看第四天的创造 我们快讲 时间完了 快讲快讲快讲 第四天的创造就是日月新 14节开始 神说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连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造众星 就把这些光摆设在天空 普照地上 管理昼夜 分别明暗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又早晨 是第四日 为什么第四天才造 日月新 为什么 待会再讲为什么 有人反问我说 哎呦 那上帝 那没有造日月新 你怎么知道之前的日子是24小时一天呢 我说上帝比就像比你还蠢吧 我说你人造手表之前你都知道一天是24小时 是不是 你没有手表的人你也知道一天24小时 何况上帝他超越时间 是不是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想不通上帝就是因为我总把上帝想成我 他的能力跟我差不多 我硬是要把他放在时间空间和物质下面 为什么上帝就知道我们人有这毛病 所以呢 日月新他偏偏要等到第四天造 他不在第一天造 为什么 因为全人类各个国家都有这毛病 喜欢拜日月新 你看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埃及人都拜太阳啊 然后你再看那个他们进迦兰地以后 迦兰地的人也拜太阳 也拜太阳拜月亮 看着太阳和月亮就是亲吻 亲吻自己的手 然后向太阳和月亮表达他们的敬拜 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放在第四天造 第四天造是什么 就是我告诉你 那玩意儿就是我造了放在天上 你别看着他们那么吓人 然后那么多 然后看着眼花聊呢 然后你用你怎么学也学不透他们 那只是我跟你家安的灯 明白吗 所以呢 生命纪四章十九集 又恐怕你们举目向天观看 见耶和华你的神位 天上万民所摆设的日月新 就是天上的万象 自己被勾引 敬拜四孔堂 好 而且呢 到启示录的时候 回应 创世纪 说到末日的时候 上帝就不要日月新了 那灯那光 那以前只是用用的 以后就不要他们了 以后因为上帝自己就是光了 看见没有 所以不要再把那个日月新 想得太太太那个 我知道我们是不会拜这些东西 但是过去几千年 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拜这些东西 好 第五天的创造 第五天和第六天的创造 第五天的创造 是神说水要多多滋生 有生物 生命的物 要有瘸了 所以第五天是创造水中的和空中的活物 各从其类 第六天呢 是先创造 我再说一下 第六天是先创造这个 陆地上的 所有的 僧储啊 昆虫啊 野兽啊 然后最后再造人 恐龙 恐龙是什么时候造的 当然是第五天和第六天了 是不是 以后我们再讲恐龙化石是怎么回事 今天就时间不够 所以呢 第五天第六天 如果是水中的恐龙 就是第五天造的 如果是陆地上的恐龙 就是第六天造的 神经上有讲的呀 我看一下 看一段 看一段我们就完了 好 月博记 四十章十五节 你先看河马 记住河马这个英文是 Behemoth Behemoth 希伯来文这样写 但是他说他 希伯来文确定的意思是不详的 为什么 因为恐龙这个词 是1822年 也就是到现在 还不到 1822年 但那1841年 才取这个名字 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 很可怕的大西 OK 很可怕的大西 也就是说 圣经绝对不用这个名字的 是不是 只是说他们当时发现了化石 现在在美国有很多这样的化石 我都到美国看过很多这化石 我对他很感兴趣 我都每次去看的时候就琢磨 他是怎么从哪挖的 哪些化石 找到哪些 因为他后来他的化石不全 缺的那几块 他要用缩料做 然后哪些是人想象出来的 哪些是真的等等 你都可以思想 看这个地方你就知道 他说河马 你看他摇动尾巴 摇动尾巴入香薄树 你看过香薄树你就知道 香薄树是所罗门时代 是用来造宫殿的 也就是说是最直 最挺拔的树 你看过河马吗 河马的尾巴像个猪尾巴 就一个小神 是不是 他怎么可能像香薄木呢 是不是 你再想想人类所有的动物 包括那些化石 挖出来化石 所以他的尾巴最像 这个香薄树的是什么 应该就是像这个恐龙了 是不是 好 总结一下 因为时间到了 养成好习惯 好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讲了六天的创造 不是上帝必须要花六天时间这样造 是上帝给人立规矩 告诉人怎么做事 OK 这个我们下一次会讲 OK 因为上帝给我们立了很多的次序 告诉我们做事是有次序的 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上帝 他也教导我们做事要津津有条 要有次序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然后下面是问问题事件 我就把它 我把这个关掉 好 谢谢小型老师 我们向大家